今天的这个视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相亲角的一些内幕 我花了接近三个月的时间 把全国一半的相亲角都已经走遍了 这个视频的话可能会涉及到很多人的利益 但是我还是要说出来让大家必肯 大家可以提前把它保存好 但我们大部分的眼里 相亲角都是一群含辛茹苦的父母 来给孩子找对象的 其实真相非常的扎心 这些老人里面 其实有很多都是来给自己找对象的 比例大概占个10%左右 不是所有的人都是来给孩子找的 另外大家看到最常见的 就是拿着很多拯有条件摆地摊的 这些几乎都是婚戒或者是婚戒请的托 他们大部分人都是来这里 收集单身人士的个人信息 然后拿去卖钱的 卖给婚戒说 还有些人是自己做没人的 介绍成功一对一两万的那种 有些地区没人介绍 不管成不成功 南方都要先给没人包一个大红包 这是规矩 所以这就能理解我们大部分人看到 相亲角的这些单身男女都非常的优秀 女的基本上都是本科学年 长得漂亮 男的基本上都是本地人 国企员工或者是公务员 这些都是套路 一点都不夸张 相亲角的硕士博士 有可能比这个地区每年毕业的硕士博士还要多 这里面全是水分 目的是什么 非常的简单 就是让你们误以为这个地方的优质 单身男女非常的多 让你们掏钱买会员 掏钱买党 实际 大部分人 你看着写的关心亮丽的招要求 等你们见面了 一个个都是外观念找的 相亲角的这类婚戒 相亲角大概是30%左右 还有很多贴在墙上的那些招要求 电话 其实什么留的都是婚戒的电话 你打过去他也是婚戒 最后才是少部分的人来给孩子找对象的 这些父母他们有一个特点 他们只拿一张招要求 这个才是真正给孩子找的 这一类人群占总人数的大概是10%左右 其他的50%大部分都是游客 或者去散步看热闹的 所以大家会发现个问题 只要你的外在条件还可以 你到相亲角 就会有很多大爷大妈上来问你的联系方式 问你的条件 你还以为是自己很优秀 其实在别人眼里 你只是一张移动的人民币而已 他们的目的只是收集你的资料 拿去卖钱的 以上的这些数据 送我走访了全国一半的相亲角得来的 每个地方都有一定的差异 但是大部分都是这样的 那些打着给孩子找对象的大爷大妈 你以为他们真的在做好事吗 其实都已经成了一套完整的产业链了 真正想找对象的年轻人 你们最好自己去签订讲 看着对眼的直接加微信了 不要随便给这些文件自己的个人信息 不然你都不知道 他们会把你的信息 当商品一样 卖到哪里去 哈哈 哈哈